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的同名主题曲在电影《悬崖之上》首映里上 有记者问起张艺谋对周深演唱《悬崖之上》的看法 之后张艺谋对周深演唱的《悬崖之上》进行了评价 总体来说都是夸 可以看出张艺谋对周深非常认可 而从张艺谋的评价当中透露了两点消息 让两个问题有了答案 第一点消息是电影《悬崖之上》一开始并没有片尾曲 是由工作人员拿了周深演唱的歌曲 给张艺谋听了之后 张艺谋才决定用周深演唱的这首歌曲当片尾曲的 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张艺谋认为周深演唱的歌曲中有非常好的立场感 可以让观众沉浸在歌声当中 对电影有更深的体会 要知道很多电影片尾都没有片尾曲 而是用背景音乐代替 其中原因有很多 但有一个原因应该很重要 那就是很多观众在看完电影正片后 往往不会等到片尾就离开电影院了 除非一些有彩蛋的电影 否则片尾有没有片尾曲 对电影的影响并不大 可是通过张艺谋对周深的评价 会发现周深的歌曲可以给电影加分 让观众对电影印象更加深刻 这种能力只有对歌曲 对电影充分理解 并且能够完整地表达出来才可以做到 这也解答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周深那么受影视剧的欢迎 很多影视剧都邀请周深演唱OS 实际上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这些答案都是从 一个旁观者角度出发给出的答案 而这词却是当局者 而通过张艺谋的点评不难发现 周深受影视剧OS 欢迎是可以通过歌曲的演绎 为影视剧加分 让观众对影视剧的印象更加深刻 第二点消息是张艺谋对周深的声音非常欣赏 他形容周深的声音似乎是柔情的缠绵的表达 很时髦很年轻但是很深沉 张艺谋作为一流导演有着很高级的审美 不单单只限于电影还包括音乐 毕竟电影里有很多的背景音乐 张艺谋要跟很多顶尖的音乐人合作 他应该拥有很强的音乐审美 这样的人在听完周深的演唱之后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足以说明周深的声音 对音乐审美很强的人也有足够的吸引力 实际上除了张艺谋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也特别欣赏周深 甚至可以说高晓松是周深的伯乐 再加上其他与周深合作过的音乐人也非常欣赏周深 而他们都拥有很强的音乐审美能力 可以说周深的声音被很多音乐审美强的人喜欢 而周深演唱的音乐可是面向大众的 并不是取高喝寡的音乐 这样的音乐既然能够得到音乐审美很强的人认可 那么自然能够得到音乐审美一般的大众认可 也解答了另外一个问题 周深的声音为什么受欢迎 很多喜欢周深的人都会有他们的答案 但可能很多人只会用好听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可实际上这就是答案 周深的声音符合 不同人群的音乐审美 不管是音乐审美一般的普通观众 还是音乐审美很强的专业人士 都能感受到周深声音的好 而这两个问题解开后 会发现周深以后的发展之路非常宽阔 影视剧欧斯之后只会更多 喜欢他的人也只会更多 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周深你的好奇心真的很重 永远冲在吃瓜第一线 看创四的出道也 确实能够感受到周深的好奇心 本次们在极其关注成名出道的排名 而周深尽管是老师 在成名出道也那一刻 也彻底带到到观众们的真实身份 他与观众们一样 道别好奇心成名出道的排名 综艺节目是直播间的方法 因此还确实补过许多周深在吃瓜的一会儿 见到确实要笑死了 时刻深长脑壳想要知道排名的内情 由于就在当场 他吃瓜比观众们可非常容易太多了 每一次都是在当场深脑壳 脸部的好奇心都快外溢显示屏了 而你能发觉这早已并不是第一次了 周深每一次在现场 都冲在吃瓜第一线 深长脑壳的样子很可爱吧 参与创四最初的情况下 他就这样的立在邓超边上 就想多看一下邓超手里提卡的内容 每一次发布成撑者王的情况下 你能发觉尽管是邓超在发布 可是在他的身后 每一次都站着一个在高兴吃瓜的周深 针对撑者王到底是谁周深表明 因为我很好奇 快点儿让我还在第一时间 比观众们更早知撑者王到底是谁吧 乃至是以前参与快乐大本营的情况下 何老师拿着步骤手卡 周深立在边上也会禁不住偷窥 伸长了颈部一定须看 每一次见到周深伸长颈部 去看看的情况下都感觉捧腹大笑 周深身高确实小小 偷窥内容的情况下会比大高个子要艰轻许多 但就算是那样 他每一次确实都是在很勤奋的偷窥家吃瓜了 见到那样的周深 谁不容易感慨一具周深的好奇心 好奇心是确实非常重了 就算是和自身不相干的事 他都是会基于最深厚的兴趣爱好 为什么说大排明星在演艺圈待久了 就对八卦没兴趣了 你看看周深就不是这样 十年如一日的爱八卦 觉得周深来当明星可确实是太棒了 原本好奇心就非常重 并且很喜欢吃瓜 当上大排明星以后 就可以冲到演艺圈的第一线吃瓜了 充足达到自身的好奇心 带入一下周深都感觉自身好开心啊 若有下一站 但愿还作伴 周深我们永远在下一站等你 三年前的今日 周深为影片幕后玩家歌唱的 营销推广曲无关发布 时间过得好快 一晃三年过去 但是这歌一直在我的歌曲列表里 不清楚您对这歌也有印象吗 我迄今对这歌的歌词忘不掉 装作与爱你无关 愿长夜的孤单 换一生的牵绊 轻抚你留下的每一寸余欢 把孤单当成习惯 这歌有点浅浅的伤感 紧紧围绕着一层淡淡的忧伤和无可奈何 并且也有种莫名其妙的迷失在里面 周深用自身与众不同的声线 唱出了一种不一样的觉得 让每一个明白享有寂寞的人 不容易感觉自身真的是那类寂寞的人 坦白说 那时对周深都还没像如今一样疯狂 像如今一样对他了解 对他迷恋 但是听见无关这歌 或是被深深震撼人心道 那时候这歌一出去一下子就被戳到 并且特别适合在清静的晚上听 尤其是一个人的情况下 对比如今周深歌唱的音乐 无关这歌唯唯而谈 莫有耍酷的成分 充足呈现了周深在中低音区声线的风采 周深稍显清静的声线 好像在讲一个故事 天未晚岁月湖已晚 若有下一站但愿还作伴 人未散青春却消散 命运的答案开始简单 突然有一种感叹 谢谢一路也有周深的好的歌曲相伴 在人生的道路上 总是会碰到一些人 遇到一些事 这一路上总是会有些人结伴而行 也会有些人逐渐脱队 还行自了解周深至今 一直深爱着这一男孩 一路看他给自己的理想努力的模样 一路看他持续发展 持续获得 一路看他立在一个又一个演出舞台上 唱自身其爱的歌 愿全部是非都与你合肝 愿全部苦恼都与你合肝 愿全部的意义都与你合肝 若有下一站但愿还作伴 大家一直在下一站等着你 一直都在 若有下一站但愿还作伴三年前的今日 被周深一首歌曲所打动 若有下一站但愿还作伴周深 大家一直在下一站 吃瓜不停的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